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先道个歉 这个是诸事不顺 大家星期一早上都抢着要上班 然后呢我又被锁在了这个建筑的外面 去找管理员去开这个门 哎呀这是星期一啊 可能是大家都不想回来上班 anyway 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开始吧 今天的话题有三个啊 关于巴西关于美国还有关于乌克兰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发生在巴西的骚万 去年十月底万众瞩目的这个巴西的大选 终于出了结果 卢拉达西尔瓦以这个51%的得票率 战胜了极右派的当时在任的总统 博索纳罗 他的得票率是49% 博索纳罗呢是巴西近代历史上 唯一的一位极右翼的领导人 巴西结束了他军政府之后基本上都是左派当政 那么这位极右翼的领导人人称叫巴西川普 或者叫热带川普 那么在这个十月份的大选中他就落败 卢拉以前他十二年以前他当过这个巴西总统 这是他第二次上任巴西总统 今年就是1月1号宣誓就职 但是就在昨天周日的下午 前总统博索纳罗的这个支持者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抗议活动 突然就演变成了一场非常 类似于美国1月6号国会山暴乱的这样一个行动 抗议者们突破了武装部队设置的安全屏障 进入了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和总统府 幸亏总统不在里边 博索纳罗呢一周前也离开了巴西 目前他在美国 就他败选这个大选落败以来 巴西的右翼支持者就一直的在首都 不间断的抗议 为什么抗议呢 他们觉得大选有舞弊 是美国的一个完生兄弟啊 那么周六巴西司法部长就授权 巴西的武装部队开始设置障碍 并且守卫国会大楼 这个行动就激化了抗议的行为 就发生了暴乱 发生暴乱的民众呢 就和这个武装部队发生了冲突 目前没有人员上网的报道 总统卢拉不在总统府 他在巴西的一个叫阿拉拉垮拉 这个地方在勘察被大洪水破坏的地区 他就在当地发表了讲话 他说巴西利亚发生的事件是野蛮的 并且他把这些暴万分子 称为是巴西斯主义分子 说他们将会受到严惩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萨利文 对这个事件表示了谴责 他说美国谴责任何破坏巴西民主的行为 拜登总统正在密切的关注局势 我们支持巴西的民主制度 巴西的民主不会因为暴力而动摇 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布林肯都对这个事件表示了遗憾和谴责 另外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法国都表态支持卢拉总统的民选政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表了声明 谴责对巴西民主制度的攻击 巴西的联邦宪兵队和警方都开始对这些暴乱分子发起了反击 至少有400名抗议者被逮捕 目前这个事件正在平息之中 我在去年10月份的节目里介绍过巴西的这次大选 为什么说这个波索纳罗是巴西的川普呢 因为这两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反建制的革命者 在政治光谱上都属于极右翼 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都试图以一个强人的面目去展示给公众 都反对认真的对待COVID疫情 都拒绝承认全球变暖 有很多相似之处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于那个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 持否认态度 都说那个选举有舞弊 其实这个波索纳罗的表现 比这个川普更为极端 因为他的话 说的话更极端 他有一种很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他几乎是毫无遮拦的煽动民众对进步和民主的仇恨 公开的表示说 对对对过去那个巴西军政府独裁期间 他表示怀念甚至公开的赞扬治理那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皮诺切特 他说皮诺切特把治理的社会治理的很好 应该多杀一些人来稳定社会 当时引起了整个巴西社会的一个震惊 他这个人说话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种 在2018年之前 就是说这个波索纳罗上台之前 巴西的民意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之间 有一些对立情绪 因为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但是宗教和种族在巴西从来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但是在波索纳罗的这个煽动和他执政了一段时间以后 现在巴西民众中间的民调显示出明显的宗教和种族的对立 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波索纳罗在2022年败选之后和川普一样 就开始攻击说电子投票系统有舞弊 他向这个巴西有一个选举法庭提出了申诉 要求取消所有的电子投票的这个选票的合法性 但是这个要求被巴西的选举法庭驳斥为 荒唐可笑的和对民主法治的一种阴谋的指责 也和川普一样 波索纳罗虽然退位 但是并不承认自己败选 也没有参加下一任总统的就职仪式 他在这个卢拉宣誓就职之前就离开了巴西去了美国 那么在这次事件之前 波索纳罗的一些极端的支持者就已经有一些暴力倾向 比如说有一名男子这个携带刀具 试图接近 卢拉被警察给抓了 另外还有一名男子是在这个机场被截获 被查出来携带有爆炸装置 这里值得 唯一值得人欣慰的是 就是波索纳罗本人 他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他在推特上谴责了这些极端的自己的支持者 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对公共设施的破坏和入侵 当然同时他又这个怎么讲 就是楼草打兔子还把左派给骂了一段 就说你们左派也这么干 但是他怎么说他也是谴责了 但是他依然拒绝说向自己的支持者 说明自己确实输掉了大选 其实这种极端的暴乱和这个波索纳罗本人 长期以来在巴西宣扬仇恨 宣扬这个阴谋论 说大选有舞弊是有明显关系的 他并没有对这个方面进行澄清 好关于巴西的事情 我们就聊到这儿 我们会继续关注事件的发展 目前这个暴乱是在平息之中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